我的想法,海鲜老婆的寿命,应该也是七老八十啊,不可能有一百一十二岁。 一百一十二岁,怎么来?阿弥陀佛给她的。 佛嘱咐她,表伐,表伐就是做一个修行人的好样子,给修行人看,给佛教徒看,给修净土的人看。 那学佛应该像她那样,那叫真修。真修就有真实的成就,做出来给我们看。 最后的表伐就是见到,若要生战胜,唯有,这个若要佛发心,唯有生战胜,就这本书。 即使看到这本书,阿弥陀佛就来借引她了。 所以,有人送这本书给她看,欢喜得不得了啊。 为什么呢?阿弥陀佛要借她的极乐世界去了。 果然,三天,她就走了。 所以,她给我们证明几桩事情,非常重要。 第一个证明,极乐世界正有。 第二个证明,阿弥陀佛正有。 第三个证明,下连句,汇集这部经,是真经。 字字句句,是释迦牟陀佛所说的语言文。 没有一个字,一句话是错误的,证明这个。 啊,再给我们证明,黄念族老军寺的诸解, 记住,正知正见。 啊,不应该怀疑。 第四个为我们证明, 我们,这二三十年来, 依照这一部经修行, 没有错。 不要怀疑, 不能退转。 难得了。 啊,在今天, 我们学习这个本子, 遭遇到严重的障碍, 毁谤的人太多了。 啊,不相信的人太多了。 让我们的同修, 有不少人, 听到外面这一些, 闲言闲语, 就坏心了。 不敢相信的, 放弃这个法门, 或者放弃这个经本。 老伙生。 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, 要他来帮助我们解决这问题, 信心未解。 他做到了, 用什么? 九十二年, 真正的功夫。 那, 我将老人家的, 这一生的信息。 明白地讲出来。 大家听明白了, 看懂了。 这才死心塌地。 跟他一样, 一句佛号, 一直念下去, 再, 不怀疑, 不管完了。 那, 那我们每个人的成就, 都会像海青海贤, 像他妈妈一样。 走的手, 说走, 我走了, 就正走了。 一丝毫痛苦没有, 一丝毫留念没有, 真走了。 那, 他的母亲尤其不可思议。 母亲走的时候, 他们生活在最艰难的阶段, 连买各些棺材都买不起。 自己用木板, 定一个棺材, 把他母亲暗藏。 暗藏总是心里不安。 这样草率, 对不住母亲。 八年之后, 环境好了。 给他母亲改葬, 树碑, 做个纪念。 佛墓挖开, 棺材打开, 人不见了。 一直到现在, 也没人知道。 人到哪里去了? 棺材打开空的, 里面只有几个钉棺材的钉子。 这种事情, 在历史上有记载的, 是大母做事。 大母, 梁无地时候, 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的。 踏了人家走的时候, 也是这样的。 走了, 给他埋葬了。 三四个月之后, 从西域, 就先在新疆这一代, 有一个人在里面做生意回来, 说在新疆看到大母祖师。 大母祖师走在街头上。 穿着一只草鞋, 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, 大家一计算, 那个时候, 就是他下葬的时候, 大家求证明, 把大母祖师的坟墓挖开。 果然, 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, 人不见了。 那, 那么就证明, 那个人说, 大母祖师, 一个脚穿鞋子, 一个脚打直脚, 是真的, 不是假的。 有这么回事? 所以, 当时引起人想, 他母亲是不是, 像大母一样的, 那是菩萨再来啊, 游戏神通啊。 表演一照给你看。 人不见了。 这些事情, 都是处于, 处于在我们现代。 还亲老和尚, 也是不认识死。 股子很小, 人家都欺负他。 他给我们表演, 忍如波浪, 什么都能忍, 真的是忍忍之不能忍, 为人之不愿意为, 寺庙里头到场里, 别人不愿意这样干点, 苦差死, 都是他干。 那吃苦, 苦苦低, 忍辱低, 自在往生, 往生之后坐钢, 六年九个月, 全身没有坏, 现在铁尘精神在寺庙里供养。 在的时候, 没人瞧不起, 瞧得起他。 死后, 万人惊扬啊。 见到没有不可投的。 都是从小出家, 他是十一岁出家, 八十二岁出家。 出家, 七十一年。 这都是现代学佛同修最好的朋友。 阿 尼 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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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